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另外一位听损儿 轩轩 也在许愿卡写下希望有一双漂亮马虚的愿望 耶旦新愿认领活动已经持续18个年头 配合明年台北要办听章奥运 要让大家更认识无声世界 这次新愿认养的对象全部都是听损儿 那我女儿想要一份圣诞礼物 所以我觉得成了这个活动可以让她很快乐很高兴 把这些机会运用在补助一些经济弱势家庭 小朋友的一个听腐器材上面 除了帮600位听损儿找到送礼物的圣诞老公公之外 另外一个重点就是为明年听章奥运在台北暖身 拿出自己亲笔画的卡片 陪得标者骑单车捐一场演讲 与会的名人捐出自己拿手或私房珍藏 希望透过拍卖为台北听奥募集聚工伙伴 这次2009年台北听章奥运活动 这是个很重要的一个活动 为什么呢 因为在明年这个活动呢 有超过大概将近80个国家 4000名的选手会同时到台北来 听章奥运动好手安庆龙 陈兰凤都来出席 希望透过积极参与 让社会各界在耶旦佳节这个温馨时刻 能够伸出热情的手 拉近有声和无声世界的距离 记者程修林 郑凯文 台北报导 刚刚新闻当中提到的耶旦心愿认领公益活动 已经从上个礼拜五11月21号开跑 将会一直持续到12月14号结束 如果您愿意当个圣诞老公公 要帮助这些听损儿来圆梦的话 您只要到现场 将您要认养的心愿卡拿到柜台 主办单位就会帮您把礼物给寄出去了 今天我们就来学学圆梦手语的笔法 先比出梦想 双手捏一下表示梦想得到实现 圆梦 这样您学会了吗